各位好,我們今天講到蘇兆輝 蘇兆輝跑了三天,日前都有馬爺 不過換來五天的停賽 雖然我們都覺得合理 只不過問題是適應香港的跑法 我再講一次,蘇兆輝是三計冠軍 但他絕對不是最頂尖的騎士 他是用這個勤力,用量來補足的 他很少贏大賽的 他很勤力在馬場仔裏撿,特別是北部 北部的水準比較低些 例如戴桃尼、莫雅很少上北部的馬場仔跑 他整個那邊掃那些比較差的對手 撿很多頭馬 英國的冠軍其實是算頭馬數目的 還要算是草地,馬跪草地四月至十月左右 一頭一尾都不算 連馬斯是不同的,連馬斯是算獎金的,冠軍 不同了,但我們蘇兆輝是很厲害的 但絕對不是最頂尖的那些一、兩、三個 但我今天想說的地方,比較奇怪的 我用自己的經驗,蘇兆輝成名比莫雷拉早 但他很早去英國發展,有先例可緩的 比80年代高凡,美國神童 因為體重和其他問題 很早放棄美國去英國發展 騎大馬主,特別是遊王之馬等等 當時掀起一股旋風 同期,可能比他早一點 就是美國一個,香港人比較少知道 但其實在美國一個更厲害的 比如艾茂遜,Cash Asmolson 就是更加早去法國發展 一個在英國,一個在法國 那個在80年代的煙利 就是叫美式歐洲騎士 這些在美國帶來本身的騎士 比如艾茂遜 它只是和傳統的法國騎士 是騎士不同的,完全不同的 於是影響到這一代,柏少爐是無私的 那一代,騎士是改了一點 就不是改了很多 但是都是改了的 但是同一道理 高凡去了英國之後 可以這麼說 美之騎士搬去歐洲跑 第一點,當地的電話師和馬主 未必很欣賞 而且這樣是不適合的 你撥到這麼低 是我們叫上山下山 是沒有好處的 第二點是長直路 你撥在那裡推,推到800米 你一定要吊著 逐步推進 站到高的 然後最後那二三百米 全部推進去 這些是傳統英式 是適合英國的 中長途多,長直路,慢步速 如此類推 所以高凡去了之後 都改得七七八八了 基本上他只剩下兩三成是美國騎士 七八成是歐洲 喊茂信 多 多少少 大概一半歐洲 一半美洲 因為法國的馬場 是相對比英國便宜很多 第二點就是 職路也是比較短 所以就叫做 混合式的歐洲美洲式 艾茂信和高凡 影響到這代的大圖利 文羅 賀倫那一輩的騎士 全部 不再是騎 傳統式的歐洲 或者英國式 但是 現在又不同了 我們跟著去 八九十年後見 范爾龍又騎回正統的 英國式 比較奇怪的地方就是 為什麼蘇兆輝 就不像高凡那樣 是留兩三成美式的騎士 完全改了 現在蘇兆輝的騎士 大家比較 很典型 跟著范爾龍那派 很傳統的英國式 為什麼會這樣 我不知道 當然他自己找到自己的方法 但是 我想指出比較特別一點 他在短短的三兩年 將他完全的英國 美洲式騎士 全都扔掉 然後 跟著英式 但是 反過來 我們有個有趣的問題 就是 來到香港了 他又會不會 丟回去自己 這個根本一定會 我來到香港發展 我將他以前在英國 全部都扔掉 當我 由美洲過來 當我出道的時候 用巴西的美式騎士 全部扔掉 可以嗎 我不是打功夫的人 但是打功夫 有一段 再出開 出開自己絕招 沒理由 應該不會的 因為他覺得成功 他那些招他自己 覺得在英國OK 也證明了 是真的可以 無端端 不會自己變招 我反過來 有時候 我們看到很多 英國騎士過來香港 跑 反過來他們 英式騎法 未必可以 最深刻的是 莫迪 莫迪 很厲害 老實說 他真的很騎 但過來香港 短短路 緊迫跑法 但他不變招 所以莫迪 很難在香港 發揮到的 反過來 那些是不同的 那些來黑串了兩個月 就無謂一路 阻止又善可 都不行 我就當道家 沒什麼所謂 現在當 長期發展 是不是需要轉招呢 比較接近一個例子 就是國能 國能 十多年前 在英國來的時候 這個叫做 二三樓 二三 絕對不是一樓騎士 二樓騎士 未至三樓 但當時來說 很多人都覺得 國能可能會成功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 最重要的是 我引用我自己 英國老友 罵迪的術語 國能 他的說法就是 粗線條 這些騎士 是打慣爛仔交的 在香港可以的 你叫他納洗衣袖 在香港騎馬納洗衣袖 我的朋友 只是用這個形詞 打慣爛仔 即是 打爛仔交人 那是對香港的 當然 事實證明他是 站得穩 雖然近年 成績不是很好 但曾經 有一兩年都可以的 所以 英國其實是否需要 來到香港變焦呢 如果你是太超 我覺得在七十年代 便不免燒了 維德麗 卡順 茂沙 那些英國冠軍 當時的對手 是些 很水皮的 澳洲騎士 還有那些 香港完全都 由業餘時代 轉過來 那些很水皮的 差不多接近 不懂騎的騎士 那些騎士 你什麼招就贏了 但現在不是的 現在你來香港騎的 全部都是 當地的冠軍 冠軍 就是 我們叫踢球 那些人是割腳 不是說不懂踢球 不是青年軍 沒錯 所以我就說 蘇紹輝 給了一些特別的地方 令我勝氣 高凡不是這樣 艾茂遜也不是這樣 當然 一句都說了 艾茂遜和高凡是一代宗師 他們有權自己變焦 是可以的 但蘇紹輝不是一代宗師 我想他很難自己錯誤 有幾套拳 很難創新自己 游合 出來一個好的Fusion 很難的 因為艾茂遜和高凡不同 那些是一代 本身是一代巨星 在美國 不同 蘇紹輝的出道很好 成功 但絕對不是高凡 絕對不是艾茂遜 所以唯一的解釋是 不如不要 免得找混合體騎法 丟掉美式騎師 換去英式騎師 這比較特別 相比莫雷拉 沒有去英國 只是去新加坡 奧門 跑 一套 用自己一套 已經夠殺 這比較特別 至於你說今年 蘇紹輝會被罰多少次停賽呢 以前很多時候 有人 見到莫雷拉被罰 針對十兩位董事 我無疑覺得 有時候 是嚴了一點 可以罰和不罰 踩界的 但是罰都很合理的 但是現在蘇紹輝這兩件事 很明顯 根本是不適合香港的準則 香港是因為 他要明白 在英國的馬場仔 有很多騎士好水 但是香港不是 差不多 每隻馬回來 都是輸一兩個馬威 你欺負他 有故說的 所以問題是 所以他要盡快修正位 修煉一點 我不是騎士 我不想很深入評別人的騎技 不過我個人覺得 蘇紹輝的姜誠 一般 他可能在英國習慣了 要將馬 relax 姜誠鬆一點 不控制 閃出絲物 比較差一點 但這些我不深入講 因為我不是騎士 我們都不想獻醜 但只是這樣說 他不奇怪 蘇紹輝根本不是全英國最好的兩三個騎士 雖然他是三界冠軍 他絕對不是最好的兩三個 當然 最好的兩三個都不會過來跑 除了兩三個大家心足夠數 一定是莫雅 和大圖里 那些高於蘇紹輝半班 一定 一定 很少跑位置 都有的 都有 但我見他跑了幾天 我也覺得他很努力跑 他很努力跑 真的 你見他有沒有機會 我們覺得比較下風的馬 你都會見他盡力跑 但真的 我覺得 真的有少許 求勝深切 他覺得很少有機會 拿到支持 有實力的馬 他拚了命 很多事情都 免得看 你會留意到 現在在香港 他跑的 很多騎士 賣位 由一碟 又一碟 很多都經常看 蘇紹輝都不理 覺得搶的位置 就不理 有少許 有少許 例如 我看他贏的 那場 我覺得他跑得不錯 他那位 明知 有少許 想封他 你見到 他覺得 有機會的馬 他很有心機 我覺得他很薄 始終他在香港 長期發展 希望盡快拿成績 但你很慘 坐五天 差不多 沒有了大半個月 看看他 他會想方法 如何解決他 這個問題 如果不然 贏了 都不夠佛 找來搞 是啊 你們選出很多 坐騎機會 是啊 最慘的是 你贏的馬 就會被兩個大哥 接左 當你一停賽 這是香港馬圈最現實的事情 你沒辦法 你一去到 你贏的馬 沒理由等你 是吧 說多些提案 田大安 因為病人突然間 兩天 他已經 經常都抹著 粉絲 都是怕 隨時 他贏的馬 又被別人拿來騎 沒辦法 所以蘇紹輝 真的在這裏 如果他想 在長期發展 如果這個方法 你不去改善 是很吃虧 老實說 很難地在香港 繼續長期發展 譬如上季為例 薛恩也是 贏出馬 都要罰 罰兩天 罰三天 又是罰停賽 多於什麼 就算他贏了 他贏了馬桑 已經算不少 老實說 他都不想玩下去 如果這樣 不過他沒辦法 他又不變 希望蘇紹輝 都在這裏 可以有個改善 今集大家聊到這裏 我們也歡迎 喜歡這個頻道的網友 繼續訂閱我們這個 免費頻道 亦都可以給我們一些 鼓勵的Like 另外 收費頻道 我們繼續做 亦都希望 繼續有網友 可以加入我們的收費頻道 收費頻道 如果大家 網友 可以亦都歡迎 給予一些意見 在留言板上 我們雖然沒有機會 做到Check Room 但如果收費頻道的會員 對於內容 或者想有什麼話題 想談 其實我們都會有機會 可以收費頻道的影片 專門在收費頻道播 如果收費頻道的會員 對於某些話題 或者某些 賽馬事情 都想知道多些 或者想大家討論一下 也都歡迎在留言板上 留言給我們 我們盡量可以集中 盡快回到 各位收費會員的網友 我們大約今集先說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